特朗普在2019年重启退出北约的,这一举动再次要美国上下震动。 虽然反对声不绝于耳,但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孤立主义的传统。 1月17日,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通话,就刊登了加州专家伊凡·埃兰德的文章,称特朗普退出北约的行为,可能是帮助了普京,但对美国自己的帮助更大。 全文翻译如下,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再次陷入境卵,这次是因为特朗普表达了离开北约军是同盟的愿望。 这与他宣布从许利亚撤出两线美军的举动相似,都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 评论人士认为,北约赢得冷战,领导二战后全球繁荣,是欧洲稳定的关键,不仅是欧洲安全的关键,也是美国安全的关键。 一些建制派评论员,还暗示怀疑特朗普让美国离开未决的动机,因为他从许利亚撤军,一再对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尼尔普京表示赞美,希望取消对俄罗斯和普京广投的经济制裁,以及他当选美国总统,完全是俄罗斯干预破坏2016年选举的结果。 即使这些指控是真的,但是现在也需要重新评估,美国是否需要导致北约这个故事的军事同盟。 这个联盟在1949年成立,旨在阻止苏联在冷战期间对西欧的袭击。 事实上,1991年苏联解体后,美国领导下的北约,已经变成了富裕的欧洲人,租起一个实力大为受损俄罗斯的组织。 现在不再是1949年,当时苏联仍然在中欧用。 有一支庞大的坦克军团,而大部分新欧,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。 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威胁重新抬头,但俄罗斯的GDP仍打是相当于西班牙。 相比之下,欧洲国家的GDP总和超过美国。 因此,特朗普是正确的。 富裕的欧洲人,是大规模和过度美国军费开支的踏遍车者。 例如,强大的德国经济,只在军费上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1%。 尽管一些分析专家认为,北约第五条共同访约条款的文艺生效时间,是在应对十一分之九袭击美国。 欧洲也派出军队,参加了爱富汗战争。 但这些怕军主要是装点门面,事实上,如果发生任何大规模战争,美国都会捍卫欧洲而欧洲,却很难帮助美国。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,我们都遵循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勋的处方,及避免永久和纠缠的联盟。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美国才当上了世界警察。 而北约是最早建立的永久联盟之一,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纠缠的结局。 华盛顿和杰斐勋早就意识到,美国具有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地理优势,两条巨大的海洋护城河,将它与世界通常的冲突去分开。 因此,可以美国可以奢侈的,不依靠联盟来增强起安全性。 相比之下,历史上的俄罗斯安全性很差,因为其西方的地理和地形不好,曾经遭到多次入侵,从波兰,瑞典,再到法国和德国。 其中最后一次德军入侵导致俄罗斯死亡2500万人,整个国家差点被希特勒完全占领。 俄罗斯冷战后民主的失败和现在普京的崛起有两个主要原因。 一,俄罗斯的安全局势不稳定,稳定的民主不可能在那里招根。 二,北约东扩,这是一个与俄罗斯敌对联盟的扩张。 尽管北约不承认这一点,但俄罗斯历史的不安全感,需要普京这样的强人。 普京插手美国大选,用武装力量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,偷偷入侵乌克兰东部。 这些需要谴责,但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区内非常重要。 虽然从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表示,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,来应对普京的行动。 但这与美国是否需要正式承诺,保护富裕的欧洲国家,免受俄罗斯这个二流国家侵略毫无关系。 即使俄罗斯仍然是核武器超级大国,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,也能阻止俄罗斯对欧洲的常规进攻或核打击。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,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高达150万亿美元的债务,包括22万亿美元的国债,以及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、联邦和国家养老金,欧洲人需要承担起他们自己的防守责任,一是美国可以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,比如自身的繁荣和安全。 这一变化将导致美国退出北约,但由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力量和财富差距,美国退出北约,并不会导致欧洲力量的失衡。 尽管权威人士恶意喘独特朗普退出北约的动机,但美国最好的政策,就是退出北约。 即使他在短期内包住了普京,但从长远来看,此即将通过使美国的政策更加独立,还能让欧洲人更加自力更生,来增强美国和欧洲的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